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 继续带您来聚焦 美国人权机构自由之家 在星期三公布的 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 不仅台湾退步 其中香港排名则也是下降到71 香港记者协会认同报告内容 批评中共的干预比以往更多 对香港新闻自由表示忧心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彦廷表示 今次是连续第三年 香港新闻自由排名下降 令人忧心 一方面香港政府限制了媒体的资讯自由 同时中共对香港传媒的干预比以往更多 尤其在特首选举期间 很多传媒收不少中联办的电话 明示暗示希望你自我审查 就去到你真的很具体 差不多真的抓住你的手去做事 这个是很明显的 如果你中联办或者中央政府 在港的其他机构 如果还是这样干预内部事务 你说什么一国两制呢 另外 报告还关注香港出现暴力攻击记者 网站 媒体等现象 麦彦廷特别提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去年7月采访时 遭到亲共团体持刀恐吓的事件 麦彦廷特别提到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 去采访一些采访活动的时候 有人是持利器向着他们 其实这些我们都有向联合国人体事务委员会那里反应 再多些这些情况的时候 那个评分一定是会再下跌 麦廷特别提希望有关调查 能够引起香港各界反思 并要求政府尽快定立资讯自由法 保障市民的知情权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